怎麼這麼簡單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丹菲來了 我是丹菲 歡迎來到陷阱傳說 守護有恆的愛 這一期我們來抽11月份的月份頭飾 還有卡片扭蛋 這一期我們可以先試手氣了 再來抽我們的月份頭飾 那這一期的月份頭飾 是哪5個頭飾呢 我們一起來看 第一個 天線小寶 他的能力是對大型魔物傷害加25% 然後受到大型魔物傷害也是加15% 就是你打他更痛 他打你也痛 就是來啊 互相傷害啊 全入獎勵是雙弓加1% 好就是一個電視機的造型 其實還蠻可愛的啦 這種的設計風格 其實還蠻喜歡的 好下一個 布朗鳳茂 單純來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老鼠的造型 那他的能力是魔法範圍技能傷害 加5% 精煉到加6時 魔法範圍技能再加5% 所以精煉到加6的時候 整體的魔法範圍傷害 加10% 那他是臉部的 抽到的話 到時候單飛的法系角色 再來對比一下有沒有比原本的頭飾強 你的角色太多 忘記他現在帶哪一個 好下一個 滷落動力 應該是忍者的武器外觀 能力是移動速度加5% 普攻傷害減免加8% 同一個地圖 隊伍內其他成員 不包含自身 普攻傷害減免加8% 最多可以疊兩層 兩層就是普攻傷害減免加16% 存入獎勵是雙弓加6 好這個忍者武器外觀 勢必要抽到 存入加雙弓6 再來奶茶自由 存入型的 能力是體質加2 技能傷害加2% 存入獎勵是生命上限加60 魔攻加4 好下一個 滷落探險加 能力是生命上限加500 受到地屬性傷害減3% 存入獎勵生命上限加60 物攻加4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要抽到 滷落動力跟滷落探險加 這兩個滷落都要到時候 才可以加到我們的物攻 那法系的話就是奶茶自由 那我們首先就是先來卡片扭蛋吃手氣 到底可以抽到哪張卡片呢 準備 1 2 3 5多鼠 都是老鼠的話 這一期 會抽到哪三個呢 一個角色3抽 準備 1 2 3 好 過來 老鼠抽老鼠 第二抽 奶茶自由 加魔攻的 第三抽 哇 重複了 3抽只抽到兩個頭飾 第二奶茶自由 我覺得 實體做出來飲料裡面沒有做通透的感覺 但是圖片上面看起來比較好看 而且沒有直接接到嘴巴對不對 做的不是很好 照片都好看 存入是 加生命60 魔攻加4 乳酪探險家 生命上限加60 武攻加4 哎呦 這一期 這角色雙攻加4 我們接下來 第2個角色 接下來丹菲第2個角色 有在看丹菲 哎 沒禮貌哦 有在看丹菲影片的就知道 這角色是丹菲唯一的法系角色 也是唯一的女角 好 我換位置 一直跑過區域 所以這一期的11月份頭飾 臉部的布蘭風貌 就是符合他的屬性 經驗到加60後 魔法範圍技能傷害 加10% 我們來看一下他目前 法系職業的配置 臉部是 他目前是用星宇單片鏡 對MVP跟迷你魔物造成傷害 加8% 那輔助功能是對其他隊伍內成員 不包含自己 可以對MVP跟迷你魔物造成傷害 加10% 就是對自己增加8% 但是對隊伍成員 加10% 所以如果他抽到這一期11月的月份頭飾 臉部的布蘭風貌的話 傷害應該會再加一些 一個是範圍技能加10% 一個是對MVP跟迷你魔物加8% 好 首先一樣卡片來試手氣 準備123 如果這一期這角色抽到了布蘭風貌 單飛就來拍他的測試影片 發影片的最後 準備 第一抽 乳酪探險家 這加物攻的 第二抽 乳酪動力 這加雙攻的不錯 第三抽 乳酪探險家 我們再三抽 希望可以抽到布蘭風貌 第四抽 第五抽 六抽 都重複了 再三抽 最後三抽了 再抽不到單飛沒辦法 單飛想要拍給大家看啊 官方 七抽 第八抽 第八抽 中了 第八抽的時候 抽到我們的布蘭風貌 太好了 等一下單飛就來測試 大家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好 我們來看一下布蘭風貌 抽出獎勵是生命上限加120 那今天到加6的時候 魔法範圍行進的傷害加10% 還要把他敲到加6 那太恐怖了 奶茶自由 魔攻加4 生命加610 乳酪動力 雙攻加6 乳酪探險家 生命加610 物攻加4 那我們接著下去抽 最後最後再把他經驗到加6 然後再來拍攝測商影片 下一個角色 又輪到這個角色了 這角色就是萬惡的唐老鴨 看到他都會有一股無名火冒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欠了他什麼 是因為我把你眼睛裝成這樣 所以你是在不高興嗎 我們再來看這角色 這一期有沒有乖一點 如果你這一期很乖 單飛就把你眼睛改回來 準備 卡片一抽四手氣 123 喔 流浪之狼卡 感覺好像不錯耶 心中有一絲不祥的預感 準備 第一抽 你要乖一點 奶茶自由 第二抽 好可以 安分一點喔 安分一點喔 第三抽 123 三抽就得有抽到布朗風貌 你又不是法系角色 你在跟人家布朗風貌什麼啦 你是1R又不是老鼠 所有角色你都要有是不是 三抽抽到布朗風貌 大家如果覺得他很扯的話 就下面留言 快點 幫我罵他 存入是生命上限加120 如果探險加 他加了4武功 60生命 再來 加4魔功 60生命 太好了 我們快快帶過他 接著 單飛第四的角色 好 單飛第四的角色 熊本熊 他的卡片一抽 準備 1 2 3 哇 美食解卡片 又是活動卡 這個角色呢 身上有女武神 所以單飛希望他可以抽到加雙弓存入的頭飾 就是下面這三個 乳酪動力 奶茶自由 探險加是加5公 好 這三個都不難抽 所以 應該可以達成 準備 第一抽 第二抽 重複了 沒關係 第三抽 哇 三隻都是乳酪探險加 我好的來講呢 對接下來單飛主要角色是好事 所以 我們就這樣 因為再抽下去有可能天線小寶就出了 我們不能再讓他截狐了 上一期他截狐了單飛的熊熊頭啊 非常過分 所以這一期我們要懲罰他 你就拿三隻重複了就好了 小小的加4無功 好 太棒了 就這樣 你就這樣了 接下來就是單飛主要角色 好 單飛來了 這期單飛的主要角色 到底會抽到哪個頭式增加存入呢 首先 卡片一抽四手器 準備 一二三 一切 就在這張卡身上 好 精靈狐 不錯 非常討喜 再加上上一角色 非常乖巧 三次都抽到同一個角色 在這樣的機率下 單飛抽到一%的機率 就會大大的增加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 到底這角色能不能抽到 純路加1%呢 準備 一二三 好 沒關係 還有兩抽 第二抽 奶茶自由 第三抽 不行 第四抽 第五抽 第六抽 第七抽 第八 第七抽 雷 这就是告诉我们 官方就是要你上头 只要你上头发孔一直按 你就可以抽到一趴口试 好不好 红Gate出了啦 天线小宝我们抽到了 要不是这一期 前面四个角色都没有抽到红Gate 我相信 这个天线小宝 可能把身上的券都抽光了 他也不会出现 反正我们有很多重复的券 我们再看看抽完一个红Gate之后 接下来运气是不是超级烂 马上来看 准备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最后一抽 123 果然非常烂 所以大家抽完红Gate以后 不要再接着抽了 如果你还没有抽满的话 改天再抽 好这一期我们抽几抽啊 10抽有没有 12345678 8抽加上原本的免费一抽 9抽 9抽抽到我们的这一期的天线小宝 好非常烦尼的这头4 对大型魔物伤害加25%哦 但他只针对大型的 南非原本的头4是 修设时刻 经验到加6的时候 对MVP跟mini魔物增伤15% 所以还是比这个只针对大型魔物的通用一点 南非可以简单的做一下测试对比给大家看 那还有这个魔法范围形技能伤害布朗凤帽 也会测给大家看 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 那我们先做存入 奶茶自由 加生命60 魔攻加4 在里面不会跳 好我们出去 乳酪探险加总共5个 生命加60 物攻加4 进一壶 25万 接下来我们就去测头4吧 好我们先来敲装 先把这个头4敲到加6 靠他怎么这么简单要上啦 怎么这么简单 接下来就是来测试布朗凤帽跟我们原本的心语单片镜 这两个头4 一个是增加魔法伤害范围加10% 一个是对MVP的mini魔物造成伤害加8% 还有附魔这边有加31 好我们来附一下 这边有个智力加8 这边有个加38的 但智力加8真的更好 但是为了要测试我们还是加这个38的 好那原本的伤害我们来测一下 好一分钟测出来平均伤害是971万 我们来看一下换上布朗凤帽的头饰以后 伤害可以到多少 好伤害反而变低了 他DPS不到900万 只有899万 所以将测下来 当然还是用原本的头饰 心语单片镜逃用 那如果大家有抽到这个头饰的话 可以自行测试一下 那这个布朗凤帽 单费就存入吧 接下来测这一期的一趴头饰天线小宝 现在先测试是原本的伤害 好测出来的伤害DPS是1596万 接下来换上去天线小宝 好这样看下来 反而伤害增加了不少 原本是1500万 增加到现在的2100万 所以大家如果打的怪物 主要是大型的话 可以参讨这个头饰 如果是比较通用型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休射时刻 因为休射时刻不单单只针对一般魔物 对MVP跟密尼魔物也是一样有效的 所以天线小宝这个头饰 是针对大型魔物增伤 非常有利的一个头饰 那如果是有在打一般中型小型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休射时刻 这个比较通用型的头饰 对一般魔物包含MVP跟密尼魔物 都一样可以增伤 希望大家帮单飞影片点个赞 那订阅单飞频道 也欢迎大家给单飞一个超级感谢 或者是加入单飞会员 有你们订阅真好 有你们加入会员更好 谢谢大家看这期的单飞影片 我们下期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